我們有一個行人的交通燈 我們有一個行車交通燈 我們有一個ultrasonic sensor 還有我們有一個weight sensor 這個是怎樣的就是 當行車綠燈的時候 當如果這裡是沒有車的時候 電腦是會認識到這裡是沒有車 它是會希望盡快轉到燈去到紅色 去給行人一個快過馬路 這些weight 其實就是代表著行人的情況 當有人繼續過馬路的時候 當有車停下來 這個ultrasonic sensor 其實就是會放在每一個馬路的 接近最後的一個位置 代表著這條馬路已經達到一個劑塞的情況 當這個 sensor感應到有一個車 是代表著一個劑塞的情況的時候 就會盡快令到行人綠燈變成紅燈 而行車的紅燈盡快變成綠燈 是希望令到這個車的情況改善到的 那當這個行車的位置 是變成行人綠燈的時候 那可能只有一架車在這裡 但如果這裡是沒有人走 那是會令到 inefficient 其實不是的 因為我們幫這個load sensor 是sense了一個minimum 所以我當感應到是少了 甚至沒有人過馬路的時候 我們也是會轉動這個燈 是令到行車綠燈是會通過到的 那當一路有車在通過的時候 這陣燈是會一路綠色的 那如果當在這個時候 同時有很多人在等著馬路 那怎麼辦呢 那其實我們每一個馬路 都會有一個系統 就是代表著 等那個行人位置 可以容納多幾多個人 那當可以容納的人數 是超過了一定限制的時候 即使有車在通過 它都會轉到紅燈 是令到這個行人的交通 是得到縮到的 We've also included our operation and our algorithm flowchart in the handout that we're giving to you because it will be and it will be difficult to see it from here So yeah, we won't go into detail You can enjoy this yourself Right So our next solution that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is the automation of Hong Kong's traffic I mean, we'll talk about